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冻了谁的奶酪 路上应急通道频频受阻 北京交警开展集中整治 切不可把应急车道变成新急车道 浙江泰州哥哥为坚守弟弟梦想 走出实在义务反爬路 更多内容稍后关注 首先来看热信发布 教育部日前印发 关于加强和规范普通本科高校实习管理工作的意见 意见指出要做好学生权益保障 高校和实习企业要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条件 及安全健康的环境 不得安排学生到娱乐性场所实习 不得违规向学生收取费用 不得扣押学生财务和证件 实习前高校应当为学生购买实习责任险 或人身伤害意外险 近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了 互联网信息服务严重失信主体 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根据征求意见稿通过网络编造发布传播违背社会功德 商业道德诚实信用等信息 或为编造发布传播信息提供技术设备支持 或其他服务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 将被纳入失信黑名单 将实施限制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 网上行为限制 行业进入等惩戒措施 一站式多元解分机制 一站式诉讼服务建设 是今年最高法的一项重点亮点工作 昨天最高法对于一站式建设出台了指导意见 8月1号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建设一站式多元解分机制 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的意见 此次发布的意见围绕建设便民立民智慧精准的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 规定了推进工作的总体内容 提出了16条工作措施 自2014年以来 全国各级法院陆续推动诉讼服务改革 95%的法院建成诉讼服务大厅 逐步推行网上立案 跨区域立案 预计在2020年底 全国法院一站式多元解分机制基本健全 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全面建成 住宅小区管理是城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住的是否安心设计千家万户 业委会是通过社区自治 实现业主权利的重要组织保障 但在当下 业委会却面临着种种现实困境 一些地方的小区甚至在成立业委会之时 便受到了各种形式的阻碍 今天我们来到山西太原紫荆假日小区 一起看看那里的情况 太原市万百邻区的紫荆假日小区 是万百邻区比较早成立业委会的小区之一 小区共有四栋楼618户业主 2010年底陆续交房入住 业主贺瑞娟是2012年5月入住的 入住时虽然交了燃气出装费 但是他住进小区的三年都无法使用天然气 我们种进来以后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做饭 那做饭一直用的是电 大家同时在一个时间段做饭的话 然后经常会产生跳杂 贺瑞娟今年37岁 她既是紫荆假日小区的业主 也是小区业委会的副主任 关于天然气的事 业主们问过物业 物业工作人员说燃气公司规定小区入住率 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通天然气 不仅如此 还有另外一个让大家头疼的问题 小区冬天取暖是开发商自己烧的锅炉 随着小区业主陆续收房入住 锅炉就达不到几栋楼同时供暖的需求 楼底下的还好一点 我家是顶层嘛 然后因为我们上边没有这个住户 也没有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地暖 上面的一个保护层 所以呢我们家就特别特别冷 当时冬天就是16 7度嘛 因为燃气不通 暖气不热 业主们曾多次找过物业公司寻求几句办法 但物业公司是以各种理由推脱 物业说那是开发商的事情 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只负责管理 因为小区业主大多是外地人 大家互相不认识 平时交流只能通过小区QQ群 交流的多了 有的业主提出来 一个人去找物业反应情况时 物业根本不会理会 大家应该通过QQ群联系起来 成立一个组织替自己说话 热心的青年吧 就是在这个小区有点开不惯 或者是没人惯 物业想咋就咋这种事情不满意的话 他们就想成立一个业委会 2012年10月15号 小区有过半的业主签名 想成立业委会 大家派出业主代表 将成立业委会筹备组的申请表 交到了太原市万百邻区 小景域街道办事处 申请交出后 街道办迟迟没有回复 业主们只能一次次地 去找街道办领导反应情况 直到2013年3月18号 正式公告筹备组成立 筹备组成立后 组员们也经常收到一些 不明身份人员的威胁谩骂 当时成立的时候 困难重重 包括这几个积极分子们 然后都有黑社会的在威胁他们 然后好多社会人员 给他们打电话 并且半夜上去砸门 筹备组成员并没有理会这些威胁 在经过各项工作后 他们发出邀请函 计划当年6月22号 召开第一次业主大会 从业主代表中 选出业委会委员 法定程序中 街道办和房地产管理局的 相关人员 需到场监督指导工作 然而开会当天 由于街道办的人 没能到场 大会取消 筹备组再次将开会时间 推到了8月11号 又因太原市万百邻区 房地产管理局的人 没到 再次取消 我们这个筹备业委 他需要这个房地局 当时我们最大的阻力 就是房地局不配合 我们每一次去 然后房地局 都以这样那样的这个形式 然后都拒绝我们 业主们至今不明白 明明是一件好事 当时房地产管理局 为什么不愿意配合这件事 一年多的奔走 毫无结果 业主们一度感到灰心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意外事件的出现 使成立业委会的事情 有了转机 2014年11月2号 小区独立供暖的小锅炉 被环保部门 勒令停止运营 小区突然停止了供暖 挨了一夜洞的小区居民 第二天一早 就到太原市政府的 相关部门反映情况 希望小区的暖气 能接入市政公网 和成立业委会的问题 政府部门经过协调 暖气的事得到了解决 成立业委会的事 也提上了日程 2014年11月28号 紫荆假日小区业主委员会 在经历了两年的风风雨雨之后 终于成立了 业委会成立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对物业公司的服务提出整改 咱们业委会和他们多次谈 就是你们应该给大家 改进改进服务 台度受限 完了以后了 就是给咱们改办的事了 给大家办办 业委会给出物业公司 提出整改的具体意见后 半年多服务没有一点实质性的进展 贺瑞娟说 每次和物业谈判 都是不欢而散 既然这个旧物业 就是不是为我们服务 那我们就有权利解评他们 如果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 然后同意解评物业的话 那我们就有权利解评 2015年6月18号 业委会召开业主大会 对是否解评原有的物业公司 进行投票 就在投票现场 物业公司和业委会 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我记得有一个邻居 年龄大了 六十多岁的一个老号 然后他当时就说了 说是你们有事说事 对吧 不能动手 但是就因为这么一句话 就把老号给打了 打得特别的严重当时 大老小区的好多人 就这个是公安就出动以后 就把这个经理也抓了 招式的人也抓了 通过这件事后 大家更加坚定了 解聘物业的觉醒 业委会再次通过 业主大会表决 从法律程序上 解聘了当时的物业公司 但在接下来的半年多时间里 被解聘的这家物业公司 一直不肯搬离小区 业委会不得不再次通过 街道和房地局协调 在没有做出任何交接的情况下 旧的物业公司 终于退出了小区 新的物业公司 通过招标进入小区服务 小区的业主们觉得 换了新的物业公司一定可以得到 让大家满意的服务 但是新的状况又出现了 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 经常有人捣乱 开发商欠他们钱 然后人家就一直守的这个绿化 人家就以这个绿化的名义 来跟这个新聘的物业来进行要钱 今天要钱 明天要钱 新来的物业公司在这种情况下 坚持做了一年 合同未到期就退出了 业委会经过开会研究 决定在自己小区招募志愿者 成立新的物业公司 新物业公司成立后 尽量招聘小区内的业主或家人来工作 公司在保证正常运转的前提下 尽量让业主得到实惠 在老物业公司做过维修工的王春安说 现在的工作强度比之前要累很多 但他却很高兴 因为他觉得现在是给家里人干活 前期业委会筹备主持的积极分子赵宝国说 业委会成立后 把小区的停车费 电梯广告等公共收益 都花在了业主们身上 小区里幼儿园那个话题 这是业委会掏钱卖的 咱们所有的小区的解工 花了十几万 是业委会给做的 咱们放到门 公共的门 要进的门 当时不是怀了 业委会出去给花的 完了不少事 业委会本着为广大业主服务的思想 业委会指导小区的物业费 停车费都是周边小区最低的 采访中 业主们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 现在终于有一种幸福感了 现实中 解聘和选聘物业公司 往往是许多小区在管理时 最为头疼的问题 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 业主与业主之间 业主与业委会之间 都可能存在意见分歧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本栏目 特约评论员岳云生律师 岳就是您好 您好 您怎么看这个紫禁 加日这个小区 他们业委会自己来聘请志愿者 成立物业公司的这个做法 是这样 关于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 这种权利物关系 在我们国家立法层面 其实是很完善的 法律层面有物权法 那么行政法规层面 有物业管理条例 各个地方也都有 各个地方的地方性法规 但是为什么在执行过程中 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呢 我觉得主要有这么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物业公司 很多物业公司 因为它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 它总是把服务的这种位置 变成了它自己认为是 管理的这种位置 所以说问题很多 第二个呢 可能也存在我们有关部门 尤其是在这方面的 有责任的管理部门 有的时候不作为 或者乱作为这种情况的出现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 我觉得是第三个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业主自身的原因 为什么 就是业主人数众多 那么有的时候 人员一多了 就很难形成统一的意见 那么不能形成统一意见的话 那么更分散了的话 它就很难形成合力 那不能形成合力 那么它在跟物业公司的 有的时候这种权力博弈的过程中 就很难取得平等的地位 所以说呢 这个问题的关键 还是在于我们业主自身 如果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业主自身必须要维护 要自己主动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不能够呢 持这种观望的态度 所以说这件事情啊 让我用四句话来总结吧 就是法律法规很完善 执行过程呢 有遗憾 解决问题靠自身 业主团结是关键 好的 谢谢 谢谢岳律师 继续热线关注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对一起仙人跳敲诈勒索案 提起了公诉 仙人跳是指不法分子 以提供色情服务为诱饵 在被害人上钩后 以告发其嫖娼强奸等方式 相威胁 敲诈勒索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19岁的君某 是北京某大学的大一学生 他也是这起敲诈勒索案的受害者 2019年年初的时候 然后呢 刚刚到北京读大一的 这个被害人小君 他就上了一个社交网站 对方就问他需要色情服务吗 然后他就 应了对方这个事 订好了这个酒店以后 然后就给对方发信息 给了他一个微信 然后他就加了这个微信 最后就跟微信的对方联系 与君某在社交网站上交谈的人 又给了他一个微信号码 而这个微信号码的所属人 才是要和自己约会的女人 到了约定的时间 君某在酒店的房间内 等到了赴约的王某 后来王某进入浴室洗澡 出来后 递给了君某一部电话 说你接个电话 把电话给了这个小君 小君就拿过电话以后 然后对方就说 我们兄弟送人来挺不容易的 现在北京查的也严 然后你看看 是不是应该给我们点辛苦费 他意思有很多兄弟在下面 就是他意思是人很多 如果你不给的话 那我们就报警 我们要不我们上去跟你说 要不我们去警察局说 电话另一头的人威胁君某 如果不给钱的话 他的约会行为就会败露 第一次经历此事的君某 十分害怕 全都按照对方的指示去做 因为十多岁的小孩 然后也没经历过这种事情 而且也是刚刚来北京 读大学的学生 想到自己将来的这个前程 也怕因为这个事情毁了 所以他就妥协了 就给对方说 行我给你们打钱 然后对方就出示了 一个支付宝的二维码 然后小君就扫二维码 然后又给他对方 打了将近一万块钱 据君某讲 这些钱是他一年的生活费 王某某看到 就说这个钱也打得差不多了 然后确实没有余额了 然后就就走了 他当天回到学校以后 他想了想也不能不能这样 就是还觉得还是应该报警 然后他是第二天 鼓起勇气报的警 无独有偶 就在君某报案的十几天后 到北京出差的林某 也同样掉入了 王某的先人跳陷阱 与前一位被害人的经历相似 同样是女性犯罪嫌疑人 王某到酒店赴约 同样是王某从房间浴室出来后 递过来一部电话 电话那头的开场白 都相当雷同 那就是兄弟们送人来 不容易给点辛苦费 据被害人林某讲述 案发当晚是他在北京 出差的最后一晚 不想惹麻烦 因此希望花点钱 把事情解决 于是就给了王某五百元钱 让他离开 经过调取案发酒店外的监控 警方发现了王某的行踪 并在被害人林某所住的酒店门口 将犯罪先人抓获 监控画面显示 君某被先人跳的当晚 11点05分 一名身穿黑衣服的女子 拿着手机从画面左侧走入 并向君某所在的酒店门口走去 11点29分 从画面的下方 也就是酒店门口处 与之前特征极其相似的女子 快速跑出 并向画面正上方的街道跑去 随后消失 警方推断 这名女子就是王某 通过更加深入的调查 犯案民警在被害人林某住的 酒店外设服 抓获了王某和狗某 那你手机吗 是不是 是 是吧 几部手机 两摸还有一摸是吧 对 这把手机你的吧 对 知道过什么照应吗 卖银吗 卖银啊 还有呢 要钱 要钱 他们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犯罪团伙 最开始这个本案的这个嫌疑人 狗某某呢 他是之前那个团伙的司机 充当司机的一个角色 那个团伙呢 也有他们的大哥 然后小姐 然后司机 打手 狗某某呢 在这个犯罪团伙里 已经学到了整个套路 然后他就自己出来单干 然后他就自己通过关系的 找了一个愿意做这方面的一个女的 就是也就是本案的王某某 然后他们俩就开始接活 王某和狗某二人组成了一个新的团伙之后 偶尔从之前的上家那里接活 也就是上家谈好了目标后 由王某狗某直接到酒店进行敲诈勒索 除此之外 他们也会自己去网上寻找猎物 自己单干 两人敲诈勒索成功后 按照比例分赃 得手后紧接着再找到下一目标 根据检察官以往的办案经验 此类先人跳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 屡屡得手 很少有被害人会反横 大多数都给钱 很少有跟他们对抗的 一个可能是害怕 二个也是就各种害怕 当时也害怕当时可能被打呀 或者怎么样 还有一种害怕就是 害怕这个事被揭穿了以后 因为嫖娼被治安拘留 检察官提示 要提防落入此类新人跳的陷阱 如果真的碰到此类案件 一定要勇于报警 避免财产损失 您正在收看的是热线12 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 在紧急情况下 可以供车辆行驶或停车 但是一些司机遇到高速堵车时 会占用应急车道行驶 把生命通道当成堵车时的快车道 这种行为不但非常自私 还可能会引发严重后果 这是发生在机场高速进京方向 尾沟出口西侧的一起事故 画面显示 事发前黑色轿车先是从 装有记录仪车辆的车头右侧 冒出了一个头 随后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 强行并线 与装有记录仪的轿车 寡壮在一起 据民警介绍 来回并线会影响 正常车道上车辆行驶的安全 而这个过程还会让后方司机减速 也就更加重了道路的拥堵 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另外 司机驶入应急车道 也是一个加速超车的过程 这样的操作本身 危险系数也相当高 因为司机都是左侧驾驶 进入应急车道时 视线也会受到一定的阻碍 一旦应急车道上有突发状况 很可能会躲避不及 来看这段行车记录仪拍下的画面 一辆黑色轿车快速驶入应急车道 由于视线的问题 在看到应急车道上停着的大货车时 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同样要吸取教训的 还有下面这位司机 画面中 一辆轿车为了超车 强行驶入应急车道 没想到一头撞上了 停在应急车道上的红色轿车 而司机在躲避的时候 紧急向左侧打方向 因此还连累了后车 一起卷进事故当中 除了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外 占用应急车道 还会延误对生命的救援 在昆取高速 一辆消防车被多辆 占用应急车道的私家车 挡住了去路 导致原本七八分钟的路程 耽误了近五十分钟 等待救援的车辆 失去了最佳救援时机 整辆车被烧得只剩下空铁架 曾发生在浙江永台温高速公路的事件 更让人心痛 发生车祸后 一名驾驶员被卡在驾驶室内 而当时应急车道 被多辆私家车堵死 原本十分钟的车程 救援车辆三十分钟才赶到 伤者最终不治而亡 违法占用应急车道 只图自己一时便捷 却很可能牺牲掉宝贵的救援时间 甚至危及伤者生命 应急车道是咱们生命安全的最多车道 它的作用 是一旦发生路面的突发情况 像交通事故等等 那么是确保咱们各类的强险救灾车辆 第一时间快速到达现场 采取现场的作用 包括抢救和伤者的生命 驾驶员同样 如果这个情况 驾驶车辆使用应急车道 这样的话 堵塞了咱们正常的后方的强险 包括应急部署车辆 那么就造成了咱们现场的 述击不扩大 造成了咱们现场的受伤人员 不能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同时也造成了咱们现场 不能够第一时间的快速经理 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事件 屡屡发生 今年2月 在护闪高速陆安段 因应急车道被占用 一辆救护车被堵在高速路上 患者家属被迫下车 请求让道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江苏30名全国人的代表就提出 应该加大对违法占用 应急车道的处罚力度 下面我们继续连线 岳玉生律师 岳律师 您觉得怎样治理这个顽疾 让生命通道能够彻底畅通呢 既然是顽疾 那恐怕肯定要多挫并举 一方面应该是加强教育 提高我们交通参与者的守法意识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执法机关 对于这类的违法行为 应该加强执法 违法必究 第三个就是 如果因此所受害的一些受害者 也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 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呢 追究他们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这样的话能够多挫并举 使得此类的违法事件呢 能够得到根治 好的 谢谢 谢谢岳律师 在这里呢 我们也向您征集 如果有好的新闻线索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 电子邮箱联系我们 也欢迎大家扫描节目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节目 一起把视线转向浙江台州 在当地呢 有一支民间自发的反爬队 他们不求回报 利用自己休息的时间 义务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平安 而且一坐就是十年 2010年 在泰州黄岩区的西城街道 出现了一支 由屠温耀带领的 义务反爬反盗巡防队 共有队员八名 他们经常开展蹲点捉贼行动 每年捉贼百名左右 因看到村里时常发生盗窃 2001年 屠温耀的弟弟 屠光辉成立护村队 2013年 弟弟因病去世 于是屠温耀便接手了这支队伍 当上队长 走街串巷 义务寻防 多年来 屠温耀将大部分精力和心血 都铺在了寻防事业上 有时候睡觉的时候 睡到半夜了 就一个电话的事情 他就立马跑出去了 然后就算我妈妈怎么劝 他也是没有用的 他就好像这个职责在他身上了 他就必须要赶到 屠温耀今年54岁 为了延续弟弟的梦想 屠温耀一直在努力 在他的带领下 这支队伍从开始的两三个人 发展成现在的八位队员 每个人都无怨无悔地 参与着巡防工作 为了更好地抓住小偷 队员们还自己凑钱 购买巡防用品 有的 他出企业 我出企业 是这样子 他们都吃点 当初的时候 我们这里小偷比较多 每户人家都偷了 包括我自己家里 偷了很多东西 电瓶座啊什么 很多 后来我对小偷比较气 参加了这支队伍 也可以讲 付出了自己的心声 就是自己反正就很累的 我们有时候就晚上 没得睡觉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把小偷给搞住 对这个 最好的我们等于付出了 我们的意思就是 反正保一方平安 尽我们自己一封力 如今 屠温耀的这支队伍 已经成为了街坊邻居们 最信任的人 凭借多年的巡查经验 没有一个小偷 可以逃得过他的眼睛 从超市的保安 到大街小巷的商铺老板 只要看见附近 有可疑的人出现 都会第一时间 与巡防队取得联系 你有小偷的话 包括是下雨天 前天 他都来的 只要知道 我们知道 什么地方有小偷 他们就马上来了 我们就算一度放心 据队员们介绍 除了队长是全职负责巡防工作 他们每个人 都有自己固定的职业 平时会利用下班和周末的时间 进行巡防工作 图文耀带领的这支队伍 不仅平时会在人多的地方 进行巡防 还会与当地的警方密切合作 图文耀呢 他是一个 就是说一个热心的群众 主发了这一支队伍 曾经还有小偷说 我记住你的 我还知道你家住哪里 等我出来以后 我肯定会找你的 但是图文耀好像从来都不会去害怕这一些 巡防工作不仅十分辛苦 而且充满了危险 在2016年的11月 图文耀在一次抓捕行动中 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扎小偷的时候 把我这里锁骨 换在高队来 高队来我也不知道痛 我还在三米高的地方 跳下去 跳到河里去 把小偷扎住 看到这里锁骨 一道很深很深的 真的那个时候看着 真的眼泪都下来了 感觉好心疼 我干这一号 12月13号 图文耀在医院顺利地做了锁骨布手术 等待康复 在住院养伤期间 图文耀仍然不忘反爬反盗工作 又连续抓获了两名盗窃犯罪嫌疑人 坐月吧 就开到开了就没事了吧 对吧 意思叫我走着这路 这那个阳台里走着 我就看他这个人很怀疑的 我在路里头看他 我这个人肯定是小偷 以前真的不支持 他那一年锁骨的那一年 真的劝了好多好多 都好多人劝他 他说你差不多年纪了 应该退休了 不要再干这个行业了 但是你劝他 他嘴巴印你 但是你一个电话 他又去了 没有用 面对危险 图文耀的这支巡防队从不惧怕 他们表示 只要哪里有小偷 哪里就会有他们的身影 所以村民都说 哎呀你很好啊 你们这这里 这不会到哪里 你们进来就没有小偷了 都是这样子的 村民都平安就好了 非常一个帅气 我非常佩服我父亲 老爸你是我心中的英雄 您正在收看的是热线十二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道路安全问题 前不久安徽蹦步一辆黑色轿车驾驶员 由于存在交通违法行为 被民警拦截 而就在此时 惊险的一幕发生了 接到指令后 民警在一路口准备拦截这辆黑色轿车 当时他们看到我们的民警 进行对他进行车辆拦截的时候 他就驾速死离 差点是撞到我们的辅警 他又想挑头 进行继续逃离 在逃脱的过程中 差点撞到一辆电瓶车 之后又闯红的 继续死离了这个现场 不得已 民警只好驾驶摩托车 对车辆进行堵截 示意他停车 下车接受检查 当时这个驾驶员 他同意停车 但是可能他看到前面车辆又死离之后 他把这个车窗摇上之后 又驾速死离了 驾驶员再次逃窜 民警通过天网锁定车辆信息 在某小区内的地下停车场 找到了嫌疑车辆进行暂扣 并最终找到了驾驶员 驾驶员两年前 因为涉嫌醉酒驾驶 驾驶证被吊销 断天看到民警拦车检查 由于担心被处罚 所以就冲卡逃跑 经过公安机关来调查举证 我们对于李某的违法行为 第一个是无证驾驶的行为 处于一千元罚款 而闯红灯 还有压违反警告表现 处于四百元的罚款 对于他这个冲卡的行为 阻碍这个民警自行共误 进行新政拘留时日的处罚 日前 朱永高速胎周段 发生了惊险一幕 一辆大货车在驶出隧道口时 由于避让不及 猛烈地撞上了 停在超车道上的事故小车 所幸事故车上6人 在高速工作人员的提醒下 事先撤离了 避免了人员伤亡 监控画面显示 当天17时32分 在朱永高速往杭州方向 153公里处的超车道上 两辆轿车发生追尾 事故停在超车道上 有四个人站在车道上 由于事发路段 位于阔沧山隧道出口 又是下坡 车流量较大 情况十分危险 朱永高速南线监控中心监控员 发现这一情况后 立刻通过车牌号查询 与两位驾驶员取得联系 并立即下达了人员撤离指令 在监控员的提醒下 两辆轿车上总共6人 撤离到了护栏外等待救援 而就在6人撤离后的几分钟 一辆重型半挂车驶出隧道 由于避让不及 驾驶员猛踩刹车 导致货车发生飘移 撞上了两辆追尾事故中的 白色轿车 所幸事故车辆上的6人 提前撤离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近日 重庆市九龙坡区一小区内 一名不到三岁的男童 爬出6楼家中的窗户 掉在了阳台外面 情况十分危急 这是当时市民用手机拍摄的画面 一名幼儿的整个身体 都掉在6楼阳台的护栏外 双手死死抓住栏杆 楼下有人发现这一情况后 立马大声呼救 随后楼下的业主 物馆 保安 清洁工等应声而动 立即自发开展救援 一部分人员从底楼准备跑到6楼去敲门 另一部分人则找来了棉被 在楼底拉起了临时缓充电 在众人开展救援的同时 阳台外的儿童也在一直努力地往上攀爬 但很快孩子便突然从6楼坠下 万幸的是正好被下面众人展开的棉被 稳稳接住 经过医院检查孩子身体健康没有什么损伤 小区民警调查后表示 翻窗坠落的小男孩还有20天才满三岁 因为奶奶外出买菜才导致险情发生 年轻的夫妇两个去上班去了 家里有这个小孩的这个奶奶在家里 这个小孩这个睡着以后啊 奶奶就是得空去菜市场买个菜 这个小孩的奶奶在买菜的过程中 小孩醒来了 早不到奶奶就着急 结果发生了这个小孩翻过湖南 高空墜落的这个情况 我们家里有未成见小孩的家庭 第一是这个千万不能把小孩单独留在家里 让小孩脱离监户人的死险 第二一个就是我们有条件的 这个家里小孩的家庭 有条件的尽量安上防护来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 玉州区一家汽车装饰店起火 解警后玉林市消防支队指挥中心 立即调派消防员赶赴现场呼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